不管路有多長 黑暗是殘火 烈火的燒火 都要直接燒 永遠不回頭 出道我今年第18年 然後中間有做過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最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回到初中 還是喜歡跳舞 喜歡在舞台上面表演 不過最有成就感 我反而覺得是戲劇 就是在演繹跟刻畫每一個角色的時候 因為落差都很大 那當演出來會覺得說 那個不是我 真的是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成就感是最大的 我第一次出場的角色好像叫顧文泰 是一個書呆子 那一次演出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很不像我 他就是一個造本宣科 然後呢朝九晚五的一個上班族 然後對自己另外一半也百依百順 然後當然裡面就在那個單元就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讓他才面臨到說 哇這個現實的黑暗面 所以我印象還滿深的 然後 阿嬤 憲華 沒現在所有人馬上下車 到前面土地公廟集合 還有 所有資源的遠景 也到集合點集合 當我進入這個戲演檢察官的時候呢 他們才告知我說 因為之前有檢察官 有配槍嘛 但是有民眾 有觀眾反映說 檢察官是不能配槍的 所以剛好那時候我就登場了 所以每一場呢 我不能配槍那怎麼辦呢 刺手空拳 每一場都有打戲 我記得有一場戲 我一個人好像要打六個還七個歹徒 他可能要用手肘打我 我要擋住 我忘記了這一招 我只記得下一招要一拳過去 所以他手肘下來的時候 我拳頭剛好過去 直接右手打在他的手肘上面 當下就聽到咖啦一聲 然後就喊咖 然後我手就垂下去了 然後導演說 你還好嗎 我就說 好像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拿起來的時候 手就有點不能使力 就是這樣晃的狀態 後來就改了一些招式 趕快把那場打戲拍完之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人好像在基隆吧 我們就趕快送到戲職的國泰醫院 我手腕的那個 外面硬骨的部分 骨折 骨裂 然後 但是還有夜戲 所以就知道 就是趕快包紮起來 然後晚上繼續拍戲 哇 你對錯一招 的這個代價其實還蠻大的 我到現在還有一點點後遺症 不過還好都痊癒得差不多 那場我印象還蠻深的 最早留鬍子是因為我去馬來西 來拍個電影 第一次留鬍子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 我剛好做一個表演來不及剃掉 所以在那表演的時候 我是帶著鬍子演出 然後那時候給陳總看到 他覺得說 哇 這很像克拉克 蓋博 到底誰是克拉克 蓋博 我們當然不認識啊 才知道好像是早期 好萊塢的那個亂世家人的男主角 那時候好像叫所謂電影皇帝 然後我好像在Google一下 好像有點那個感覺 然後就跟著留 那留著留著 從一開始大家不能接受 到變成這個金字招牌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難忘的經驗 那時候還看見你放手 還看見你放手 這回憶多麼美麗 是痛我心痛 其實我的Youtube沒有什麼好打廣告 我那是就是玩票性質 我也不是這個 for盈利的 我只是好玩 有時候放一些影片 拍了一些影片就丟在我自己 個人私人Youtube 所以呢我想 如果說真的支持我 想要看我多點作品的話 所以Youtube可以在我的IG啊 我的Facebook 然後看看我的很多平面或是 舞蹈或是一些戲劇的影片 那倒是我們自己民視太厲害了 快成為百萬Youtuber的民視戲劇館 在這邊先恭喜 太不容易了 因為現在呢 我覺得有這麼多的競爭對手狀況下 能夠成為百萬Youtuber 我相信花了很多心血 然後也不斷的有新東西讓大家看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 民視戲劇館 讓他們不只一百萬兩百萬 超五百萬一千萬賣進 加油